故事是嘎嘎精彩喜欢听的 给老迪来关注 来个赞报权了 咱们书记上回讲到周公子 在吉林四平代思酒店163包房 接到了他爸爸周大老板打来电话 并且呵斥周公子 马上立刻回到北京 你看周公子当时听了不得然大怒 说行 这边呢就叫着这个刘维 刘汉廖军还有邱德峰 要到这个同为代思酒店的106包房 找他们算账 周公子当时因为就是106当中 这两个人 一个是吉林的二把手 小四四小王宇 第二个就是这个吉林首付范日迅 他俩给我爸爸打的小报告 你看当时领着 周公子领着这四个人 也就到了这个106包房 八扎把门这么一推开 这个小王宇和范日迅正推别换掌上 这么回头这么一看 周公子领着银也就进来了 当时范日迅就说了一句 你什么意思 你什么意思 领着银进来 周公子走到他俩跟前 二位 范中 王四四 你们俩吃的可好 你们俩吃的可酥些 周公子讲话来心想 你俩跟着吃着 我在163包房啊 我吃的正香 你们捣鬼 给我爸打小报告 你们俩也别想吃好 当时范日迅 也就搭茬了 说周公子 周别 你前后两次 到我们106包房 你很没有礼貌 我很有礼貌的跟你说一声 带着你的银 给我滚出 我们106包房 周公子当时这一听 巴打点 点也一根滑着 冲着范日迅就吹上了 范中 你告诉告诉我 滚这怎么写 在我周斌的字典里 就没有银 敢跟我说滚 你是头一个 我要是不滚 这边 你看范日迅还没等说话呢 小王宇大查 我说小斌 王宇比周公子大 我说小斌 你爸爸 是北京的周大老板 你爸爸坐到那个位置 不容易 你今天进来的所作所为 别给你爸爸 也乱着 第二 你今天进来的所作所为 别给你爸爸 丢面子 把这周公子 数落的 给画 你给数落的 一无是处 当时周公子 手都赚全了 以周公子的脾气 这个时候上去就 就可能给这个小王宇 啪啪就俩耳雷着 但是周公子当时 也入了 刘汉刘维都纳闷 以我哥的脾气 现在早把他俩打了 今天怎么回事 当时周公子心想 这怎么回事呢 我现在 我爸硬掐着我 让我回到北京 如果 我载这个106包房 把这个吉林四平 小四四二把手 小王宇给打了以后 小王宇势必 要叫这个小派派的爷 把我给抓走 抓走以后 我爸爸得知此事 指定的把我捞出来 但是 这个时间也就不准了 也许一两天 也许十天半个月 看老爷子心情 如果半个月 把我捞出来 这四平 霍林和煤矿 我也干不成了 回首 这边长春 小营霞的 这个高速招标项目 我也办不成了 周公子今天 就不怎么冲动了 我的眼 咬着压根 说 你看 你俩说话 别这么难听 我也没有恶意 我就是进来 给你们敬一杯酒 我就走 说这么一句话 当时刘汉都蒙圈了 我哥今天特别反朝 这个小王宇说了 不必了 周公子 请你离开我们的包房 周斌这一看 说行 王四世 那我们就恭敬不如从命 马上 我们就离开 四把饭找 但是 范日逊 你别忘了 咱们之间的约定 我等你的消息 然后 回声告诉 刘维 刘汉 廖军 和邱德方 咱们走 直接 也就回到 163 163 包房 说 你们吃 该吃的吃 给我吃 当时刘汉就吃不下了 说 兵公子 我哥 今天好像 你好像换个音似的 这不是你的作风啊 哥 我斗胆再问一句 这真不是你的作风啊 周公子当时抽着花 你懂个屁啊 心想 你还是我狗头军师呢 刘汉 你懂个屁啊 我爸爸 这么手掐着我 让我回到北京 如果我今天 在这106包房 把他打了 我霍林河没话 还有 小营霞 这个高速的项目 全得泡汤 刘汉这一听 惊了一下 拍拍手 所有的印度拍手 周公子 变了 周公子变得成熟 哥 是我这个 大爷 是我说话大爷 这一边 咱再把四九 直接转到 106包房当中 这边呢 范任逊 跟这个 小王宇啊 吃的也差不多了 本身小王宇啊 他是秘密出来的 不能隔着待的时间太长 就说 这么的吧 那个范董事长 接下来 我再敬你一杯 我这边 就得走了 然后咱们 电话联系 范任逊说 行 两个人 两个人喝完事了 巴巴巴巴 范任逊 把这个小王宇 送到这个门口 送到 送走了 这一边 范任逊 回到车里 啊 当时开了两台车过来 回到车里 看到自己 六个保镖 还有 还有 这个 从马来西亚 请来的这个 马来西亚 第二 职业杀 叫做 伊克拉姆 对 我把这杀给忘了 对 把这个 拉姆 这小子 告诉这个保镖 给我叫过来 这边 拉姆在车里 保镖过去了 老板叫你 拉姆过来 那个 这样啊 700万 我让你消货这个银 现在就在这个 包房里了 一会儿我领你去看他 好好的给我寄出这个银 然后 你别让我失望 这边 伊克拉姆 就点了点头 也没有说话 直接 这个 范任逊 领着伊克拉姆 就来到了 106包房 每个人端了一杯酒 说跟我到这个 163包房 去敬杯酒 你看这个时候 当当当 敲响了 163包房的门 这边 刘维啊 是周公子 贴身的保镖 也是贴身的 也是职业杀 他过去一开门 一瞅 是他俩 是这个范任逊 领一个陌生员 这个陌生员啊 眼里都在杀气 刘维明让他们进 周公子一回山 让他们进来 范任逊 直接端着酒杯 周公子 你看你两次到我的房间 接下来 我过来敬你一杯 这边你看 这个伊克拉姆 当时拿个酒杯着 就搁着 丢着 直勾勾的 瞅着这个周公子啊 这边周公子 跟这个范任逊 跟着推逼换打 说那个 范任逊说了 那个周公子啊 今天你这个范局 这个账算在我身上 周公子说不用 周公子说 范任逊 你地点时间想好没有 范任逊说 我今天晚上 我就给你信 你看接下来 你认识 你会打开